哈利路亚 可不可以借大家的掌声做一次呢? 所有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你都可不可以借大家的掌声呢? 多谢我们一班很努力帮我们赶工才能够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的一班同工、一班弟兄姐妹 一班义工 我们很感恩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不是偶然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神很爱我们 祂简选我们每一个 Amen? 你是否有福的人? 有谁相信你是有福的人? 全世界最有福的人 因为圣经说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 和旁边的人说好吗?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Amen? 不是只想到我们 神很想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份福气 Amen? 所以今天是我们新春的大日子 今天是年初四 再一次我恭祝大家 今年新年进步 主恩常在 福贝满日 Amen? 拯救更多灵魂 好吗? 带多些羊仔回来教会 好吗? 今年的人经常说 羊年羊年 虽然我们不鼓励 也不赞成别人 说我们熟什么 我们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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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跟旁边的人说 你是属于耶稣的 原来属于耶稣才是最有福气 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他们以为得到那些福气 以为我们熟什么 拜什么 做什么 就得福气 其实什么都不用 只要我们认识神 只要我们敬畏神 我们跟随神 我们一生就满满的 有福气 Amen? 所以新年我们离不开 我们讲这些话题 今年很特别的 不知为什么呢 今年有些人说羊年 讲到羊 原来圣经里面 提到最多的动物 你知道什么 就是说羊 圣经里面用很多蝙蝠 或者很多次数 都提到羊 用羊都比喻什么 人 很奇妙的 旧约看以色列的宪制里面 大部分都是用羊来宪制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喜喜羊羊 喜喜羊羊 有没有写错字 我看不到 有没有写错字 羊羊 为什么叫羊羊 这代表有多少只羊 两只 我给大家猜猜 这两只羊是代表什么羊 代表什么羊 山羊 有些人这么说 山羊和什么 绵羊 山羊和绵羊的分别是什么 我想问大家 山羊是什么 是不是有觉的 我不知道 山羊是不是有觉的 我也不知道 绵羊肯定不是 原来很有趣的 有些人这么说 山羊是怎么叫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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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背你 是吧 绵羊呢 Amen Amen 是吧 所以常常被人觉得山羊是怎么 就是很不顺服的 是吧 很凶的 绵羊是怎么 很顺的 很乖的 是吧 那羊原来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特性 当我预备的时候 我看 很有趣的 原来羊有几种很独特的性格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我们不是说什么 运程 那些 不是那些 我们想说什么 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都要认识很多不同的东西 以致我们能够 熟灵的人 才参透熟灵的事 Amen 原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计划 神有很多 很贴持在 世界里面 他的创造里面 给我们很多提醒 和启示 好 羊的特性有几种 第一 原来羊就很 很胆小的 很细胆的 很脆弱的 第二 他原来 也有一个很独特的性格 我们常说叫什么 自以为是 很固执的 原来你不知道 羊是很固执的 为什么很固执呢 就是他低头 吃好 他就一直吃吃吃 他就不理人了 很固执的 第三 原来羊那种的天生 是 视力不好的 短视的 所以 因为他视力不好的时候 特别到天色不好 黄昏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路 他就看不到环境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就不懂得去保护自己 第四种的特性就是 他很容易 很魯莽 很冲撞 譬如一有东西吃的时候 他可以和旁边的 有些人说去过 动物园 大家有没有去动物园 看过那些羊 或者去过那些农庄 喂羊 你会发觉 原来你喂羊的时候 一抛那些东西 那些羊就 爆开旁边的那只 就去抢东西吃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好像很残忍 原来他们的特性就是这样 他们很短视 他们不懂得看周围的环境 他对这个安全 就是没有这种安全意识的安全感 而且他很固执 以至到羊 也是一种群居的动物 基于他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种特性 他就很害怕一件事 他很害怕 自己找不到东西吃 很没安全感 所以他最固执 他就不太听那些牧羊人的警告 和提醒 很容易 因为要固执 就跑到懸崖边 很容易就会 一声就掉下去 另一个最奇妙 因为羊是群居的动物 一只跳下去之后 接着怎么办 全部都跟上去跳 所以经常都会出现一些 集体自杀的场面 原来羊就是这么有趣的 所以那些牧羊人 为什么需要有牧羊人 牧羊犬 去照顾着他们 以免得他们有做一次的傻事 特别是要留意到牧羊人 手上有一只工具 是什么 牧人的象 那些象有什么特别的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什么特别的 和普通的象有些不同 有一个 有一个勾的 那个勾用来做什么 你知道吗 勾就是羊 那些羊还容易走生 他就勾他回来 除了他们不听话的时候 有时候会打的 但是不是经常用来打的 还有因为羊 他视力不好 他看不到牧羊在哪里 他要靠什么 靠听 那些象有时候打在地上 他们听到一些声音 就知道牧羊人的位置在哪里 以至到羊群就不会迷失 所以我们经常说 形容羊的时候 其实我想说 刚才那两个羊 不只是说绵羊 和山羊 我想说 今天圣经里面说 有两种羊 一种叫做迷途羔羊 和旁边说 迷途羔羊 原来圣经形容我们 每一个人 不认识神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都是什么 都是那只 迷途羔羊 和旁边说 我们曾经都是迷途羔羊 我们读了一段圣经 以错下书第五十三章 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 预备起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说 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都归在他身上 以错下书里面 就是说了以错下这个先知 说了 要用一个形容 除了形容耶稣之外 形容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就好像羊走迷了一样 他形容四个字是什么 偏行己路 喜欢走自己的路 这个就是羊的特性 刚才我形容了 羊的特性就是 喜欢走自己的路 虽然他是群居的生活 但他都喜欢走自己的路 但他又喜欢跟了前面那只头羊去的 一跟了 如果那只羊跳迷 他就全部都跳了下去 所以其实是很蠢的 你看到很蠢的 但很固执的 因为原因就是 原来人在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都好像圣经说 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我想问大家 你想一想 我们以前未信耶稣的时候 是不是很贴词 我们以为做对的事 但其实是怎样 一直都在错 而且在走一条什么路 滅亡的路 但感谢主 因为神爱我们 他拯救我们 好像一个牧羊人 把羊勾回来 所以可以给你的掌声 多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的主 他勾我们回来 他引导我们回来 回来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我们有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原来人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迷失 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形容词 这个世界的形容词叫什么 羊群效应 羊群心理 是什么 就是说人做 我们会跟着 不知为什么 不明白的 都会跟着去做 我听过一个故事 他就说 有一个石油大亨 有一天就上了这个天堂里面 就参加了一个会议 谁不知 一进去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看到座无虚夕 没有位置坐 那怎么办 他有身份有地位 在这个世界 进去没有位置坐 那怎么办 突然他灵机一触 他想了一条想法 你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说 啊 地狱啊 有石油啊 因为他在开一个石油大会 对吧 地狱有石油啊 那些人听到会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全部都走进去地狱啊 哇 那时候很开心 哇 剩下他一个 但是过了不久 咦 那些人都走了 他自己说完都不知道 他自己说了什么 然后以为 难道地狱真的有石油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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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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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怎么样 他自己也跟着下去 原来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 可能我们就是觉得 哇 执书行头就怎么样 对吧 对吧 比败家 人的心理就是盲目地去追求 就好像动物那样 就是盲目地去追 去找食 为了找食的时候 就不停地去找 结果就是什么 当失了路 结果就迷失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都会 羊群效应就是 比如一些人 他在一个群众的心理上 很容易就会盲目地跟随了 就容易跌入了一些骗局 和陷阱里面 我相信大家看新闻都听不少 是吧 巧不怕救 是吧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有人受 因为为什么 都是人的心理 都是出于什么 探 出于不明白 出于迷信 等等等等 这些原因 人很喜欢臭热闹 人云亦云 人家的眼光 说些什么的时候 很容易 给这个世界那种的资讯 传媒 就会引导他去看那个方向 但其实 人以为对的路 圣经说的 都是一个死亡的路 唯有圣经的真理 带我们进入去 永远的生命里面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懂得去分辨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 需要有一个木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大木者 如果我们跟着他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点一条黑路我们走 Amen 所以跟隔壁顶姐妹说 耶稣一定不会点一条黑路我们走 我们人以为走的路是最对 但很多时候搞错了 很容易会迷失了 就好像英国有一个言语 他说 对于一个盲目航行的船来说 其实任何的风来都是逆风 因为他没有方向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哪一道 人生必须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 而且是对的 是神给我们走的 以至于我们才不会跌在这个世界的网络和陷阱 我们的路其实不是我们自己选的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Amen 有时我们以为这条路是最好的 人最喜欢走什么 捷径 但其实捷径是不是最好的呢 我又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那天他要赶着上班 那天他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公司的会 因为这个会 就会影响他的前途 升不升到职 但谁不知真是不幸 闹钟又坏了 又不知醒醒 所以似乎走下去 又不平时乘坐地铁 今天乘不了 要赶着什么 要乘的士 一上的士就跟司机说 司机 帮我走最短的路 最短的路 因为他想着最短的路 就会最快去到的 接着司机就问他 他说其实你想走最短的路 还是最快的路 他说有分别的吗 当然有分别 分别是什么 最短的路 未必等于最快的路 人都以为是走直径的时候 其实可能那条路是什么 最塞车 最危险的 最多问题的 于是乎他就 这样啊 走最快的路 司机就转了一个圈 去到 当他一经过 看到原来真的最短的路 塞车 因为大家都想着 走最短的路 谁知道原来是什么 就是最慢的路 变成最慢的那条路 结果呢 他就刚好赶一切 去到这个会议 公司的会 最后就升职了 原来我们人生都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走的路 人生最厉害是什么 想找一条捷径 想不用出负代价 最少的投资 最少的力 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回报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 但原来这条路 不一定是我们要这样走 人喜欢走捷径 不路而获 是吧 用最少的力 达到最 达到目的 今天 捷径虽然是一条最短的路 但未必是最快的路 长一些 有时可能你要付出多一些 要捱一些苦 要付的代价会多一些 但其实很多时候 它是最快到达目的地 就是那条途径 是吗 那你选什么路 你跟旁边说的 我要选一条最快的路 我不要选一条最短的路 我要选一条最快的路 人生都是 今天你和我 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 很多人生的不同的祭遇 你想起来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选择错了 今天耶稣在圣经里面教我们选择一条什么路 耶稣说祂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耶稣说 没有人能够去到什么 父那里 有人一生去追求做很多善事 想着做很多好事 想着就是这样 就能够去得到永生 但原来不是 耶稣说我才是那条唯一的道路 但这条道路不是捷径来的 跟随耶稣是要什么 付代价 跟旁边说好吗 我们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 但其实最大的代价是谁付了 是耶稣自己 所以除了我们是 刚才我说两只羊 第一 我们是迷途羔羊之外 第二 我们是说什么 耶稣其实他付了这个代价 成为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一起说代罪羔羊 我们一起读 好吗? 以差书第五十三章 第三到第十节 这里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好形容耶稣的一段经文 好 我们一起读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象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承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代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稣说 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高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世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过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 这道圣经形容了很清楚 耶稣的降生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遭遇 他所有的经历 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你和我 Amen?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他要成为了那只代罪羔羊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看圣经里面 出埃及记说到 第一次提到羊的时候 就是说什么? 如月节的羔羊 如月节代表什么? 如月节的羔羊 是代表拯救 他好像中国人过年也是 是吧? 我们会贴什么? 废群 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意义 如果你看中国人过年的历史 背后的原意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一个灾难 是吧? 有一只年形容是一只兽 一只兽 一只兽会伤害人 会吃人 所以家家户户在过年之前 都要大素权 清晰好 以及一家人团聚 吃团年饭 吃团年饭 接着呢 就会贴辉春 好了 到了年初一 大家一见到面的时候 就会说什么话 你不会连三眼说的 你会连什么? 年初一见到面的时候 说什么?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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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什么? 恭喜你没事 你平安没事 你过了那个灾难 原来其实在《出埃及记》里说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遗牢之地的时候 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 临出埃及之前 去到第十灾 在说什么? 神要击杀埃及全地的长子 除了以色列人家里的长子 因为他们有一个记号 所以他们就吩咐所有以色列人 每个家庭都要怎么样? 那一晚 杀一只羊 然后血涂在门尾上 这就成为了一个记号 而那些羊 就是什么? 那些肉 大家一家人吃了它 就不要留到第二天了 因为第二天要什么? 要走 要逃亡 要走 要离开埃及 所以如月折羊的血 其实是一个拯救的记号 一个记号 代表了 神因为爱人的缘故 爱以色列人的缘故 就用了羊的血 成为一个记号 那些灭命的天使 要过来杀埃及全地的长子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长子 就可以行面于难 这是一个记号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 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血 也是一个记号 所以耶稣又可以称为什么? 神的羔羊 跟教徒听说 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 他就是这样说 约翰就是这样说 他说 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字也很有意思 一个羊字 下面一个什么? 我字 就成为一个什么字? 一个意义字 公义的意义字 很奇妙 羊遮住了 代替了我 这个就是什么? 神的公义 本来我们有罪 但是因为有了这只羊之后 代替了我们 如果你看回旧约最近 如果你有跟着读经表 读到什么? 《利未记》 整本《利未记》就是说 如何宪制宪制宪制 其中有很多次都提过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祭 有属罪、有平安祭、有凡祭 有属显祭 有不同的祭 但是有一件事很有趣 当属罪的时候 祭司要拖羊来 然后按手在羊的头上 代表了什么? 将人的罪 转到羊那里 然后放了羊去抗野 就是说人可以什么? 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 Amen? 所以福音就是好消息 就是神给多一次机会我们 可以脱离我们的罪 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做人 所以新一年我们要感恩 第一就是 耶稣 我们本来是迷途羔羊 但是因为有一只代罪羔羊 代替了我们 叫我们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那种公义 Amen? 第三 我想说 除了这两只羊之外 耶稣在圣经里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 就是一个失羊的比喻 大家有没有听过? 失羊的比喻 有没有听过? 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我失去的羊直到爪着呢? 爪着了就欢欢喜喜的 共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论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爪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教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二人 欢喜更大 这个比喻其实在圣经里面的重点 在哪里待会我们会再讲 我想讲有一次我想起这段圣经的时候 想起十几年前我有机会去国内一个弟兄 他是香港人来的 国内一个弟兄在大陆有一间屋 他说我常常在大陆做生意 我认为很多朋友 找一些弟兄姊妹上来 我们在那里家庭聚会 好像我们开家聚小组 去到那里原来他有很多附近做事 他认为朋友来到家晚上聚会 有二十多沙人很热 我们就像平时那样加聚 敬拜 向歌 然后分享见证 讲完之后来我分享一个回应一个讯息 既然那么多新朋友未信主 究竟讲什么好呢 我就讲了这个失阳的比喻 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就走掉了一只 他就怎么样 他不会不管那只羊 他是暂时放下那九十九只 然后天方百计都要找回那只羊 其实这个代表什么 耶稣很重视每个生意 如果你看这个比喻很有趣 路加福音他们讲 由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呢 一百只羊 就不见了一只 九十九 接着那个妇人 有十个钱 不见了一个 是不是 不见了一个钱 就是只剩下九个 是不是 他又是要找 最后就讲浪子的比喻 是不是 很有层次 就是犹太人的文化写这些比喻 很有趣的 有层次 由一百只 到十只 到两个 浪子是讲两个 大儿子 小儿子 最后都要怎么样 爸爸都要怎么样 都要等个儿子回来 知道他在讲天父的心 是重视每一个 虽然是一只 虽然失去一个个比例 是不是 一个百分百而已 一百只羊 走掉了一只 还有九十九只 是不是 一只一个百分百 现在人们有所谓 只剩下一只 算了 有他 不是 一个都不可以少 一个都这么重要 每一个都这么重要 所以跟教练师妹们说 每一个都这么重要 那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个 其实 神也是这样看我们 每一个都这么重要 今天我们当中 有谁已经是 信了主在这个羊圈里面 哦 举手 举手 大家举手 然后有些是 因为他们是未信主 看着 咦 原来 真的很感恩 那一晚只剩下一个是未信主 那我们就整班人看着他 然后我就想 突然凌机一触 不如这样 好像用这个故事 我们本来一百只羊 就是 走掉了一只 那只 那个人 那个新朋友 就坐在一旁 我们其他二十几三十人 就坐在一旁 你想想一下 当时的情景会如何 如果你是那个人 你会这样 那些人都在那里 只剩下我一个 接着会怎么样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羊群效应 我就说一句 你想不想回来这个羊圈 就是这么简单 问了一句 然后他看着那些人 然后说 走就愿意就愿意 最后就缺了自信了主 多谢耶稣 Amen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什么 其实人 都不想 就是什么 被孤立 好像那些羊一样 其实他们不想被孤立 但是人很有自己的性格 好像羊一样 喜欢走自己的路 不合听的 别人说的不合听的 但是当 有人告诉你真理 耶稣爱你 你回来 不要再自己走迷了路 不要再走去那条死路 就跌下坑崖了 回来 跟回这个大牧人 这就很不同 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所以 曾经我看过一段的形容 当时讲的牧羊人 对牧羊人的形容是什么 他说 高亢的荒原野上面 晚间野狼在敲叫 牧羊人不眠不休 放眼四望 不避风霜 手执武器 靠着他的像上 为四散的群羊 切夜的境界守望 而每一只羊都放在他的心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 牧羊人在犹太人的历史 和文化里面 那种这么重要的地位 同样在圣经里面说 我们的牧羊人 耶稣基督 我们的大牧者 他是成为了那个代罪高羊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多么重要 今天 如果我们认识这位大牧者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么重要的时候 你会怎么对他 你会怎么和他建立关系 你会怎么立志去跟从他 你怎么去报答 这位代罪高羊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救命之恩 Amen 如果你想想 我们今天没有耶稣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真的好像圣经所形容 如羊走迷各人 偏行几路 最后就是什么 全部都捅捅捅 捅捅 跌撒到那些山崖里面 今天我们能够感恩 我们坐在这里 大神说 不只是我们 外面还有很多羊 没有回到这个羊圈 Amen 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 是很想说什么 如果只有一个人 不要多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信耶稣 都会欢喜 因为神还想念这个人 耶稣还想念这个人 比起那些已经信了主 已经很安全 很无恙的人 是更加欢喜 圣经形容 地上一个信主 天上的天使 开派对 你想想一下那种兴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不见过东西 找得回那种的心情 特别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怎样 哇很兴奋 很想告诉别人 哇真的 就好像圣经讲形容 失了羊 找回的时候 你立刻那个人 你会怎样 立刻去找隔离轮舍 告诉他 我找回了 我找回了 我收回了 我没有不见到 多开心 今天我们 都是 如果我们要说 我们如何报答 我们的大牧者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 我们应该明白 他的心 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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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单 他也在想我们 但是他还在想那些 还未回到羊圈的羊仔 还在迷失 还到处走 到处供 很危险的那些 今天你和我 原来有一个 很重要的生命里面 一个使命和责任 就是找回这些羊仔 对吗 你和隔离哥说 我们有责任 找回那些羊仔 因为当我们 找不到一只羊仔 回来的时候 就怎样 神就很欢喜 天上的天使 就很欢喜 开派对了 我们也很欢喜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看到 教会 为何这个世代 上个月 李扁光牧师来的时候 慢慢慢慢 教会失去了 原本有的功能 这个角色 不是一个救生站 是成为了一个俱乐部 是神不起悦的 为什么 因为神最挂着 最着急的 就是那些在外边的羊 神都着急我们 但是神更加紧张 因为我们已经 别来无恙了 已经挺好的 在这里 有人照顾 彼此可以照顾到 但是那些在外面很危险的 很多豺狼的 很多野兽的 很多陷阱的 很多懸崖的 他们随时会跌去 就没有了 今天神是想着那些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 跟神是同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 神今天着急着什么 就是那些还没回来的羊 Amen 今年你有没有想过 主啊我可以为你 救得一个 第一个 好不可以 好不可以 如果我们说 今天我们爱神 我们爱人的时候 好像圣经这个比喻 耶稣一样 我宁愿放下 暂时放下一些 其他东西 更重要的优先是什么 救灵魂 更重要的优先是什么 将那些迷途的羔羊 带回来 叫他能够认识 这位代罪羔羊的救属主 耶稣基督 Amen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会应神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当然我们很享受 我们有敬拜的时候 我们有聚集的时候 我们有欢乐的时候 但不要忘记 神的心 耶稣的心 我们大牧者的心 他是想着那些羊 Amen 我们有没有为那些 那些人祈祷 可能你家里面 还有很多 你的家族里面 还有很多迷途的羔羊 有没有 有哪个家里面 还有迷途的羔羊 哇 有很多的手 可不可以继续举起我们的手 好吗 我们就跟主祈祷 主啊 今年我们要 将这些迷途的羔羊 带回来你的身边 好吗 我们一起开声 为他们祈祷 阿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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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主要多谢你 今年在新一年里面 不单单我们给自己的祝福 主啊 我们不单单可以能够认识你 我们就得福气 我们就得平安 但更重要 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多谢你 你说你不愿一人沉沦 你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 主啊 好可惜这个世界的人 都是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但是主啊 今天你定义 将所有人的罪 你全攒上身 你全攒了 你全攒了 为我们承担了 今天你要猜派我们出去 能够和你去分享 这个好消息 给这个世界的人知道 让我们知道 原来耶稣 你已经成为了那只 代罪的羔羊 虽然我们以前迷失了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有家可归 耶稣我多谢你 今天你看到 我们每个顶尖会举你的手 主要代表我们向你的回应 主啊 我多谢你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所代表的家庭 或者家族里面 还有很多迷途的羔羊 主啊 主我求你自己 亲自来 随听我们的祷告 向你的呼求啊主 主我们要在你面前 立志 今年我们要 主啊 最少我们要带一个 带到一个 我们的家人 或者我们的亲生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学 我们要回到你教会里面 去认识你 以至到呢 能够呢 够得一个 得一个 耶稣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因为你是配得 我们这样来敬拜的 各位呢 坐在宝座上 被杀的羔羊 我们赞美你 你 喜在今 在以后 永在 唯有你 是 全能 真神 坐在宝座上 尊贵羔羊 我们 父父亲 祝福 敬拜你 送 天 尊贵 鬼 荣耀 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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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ne, two, one One, two, three, two 唯有你一杯而敬拜而珍重 One, one, two, one One, two, three, two 我们靠置你生命直到永远 坐在宝座上 香榭桃养 我们父父敬拜祢 心在静在意后永在 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宝座上全会羔羊 我们父父敬拜祢 从今天会荣誉成圣 路归给你祈祷永远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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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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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唯有祢已被的情怀和尊重 王王之王 王主之主 我们告知祢 生命之道永远 王主 王主之主 祂是尊贵的羔羊 祂是尊贵的羔羊 祂是配当我们的敬拜 祂是配当我们的尊重 王王之王 王主之主 我们告知祢 生命之道永远 王王之王 王主之主 我们告知祢 生命之道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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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祢 生命之道永远 祢要我们一生要高举祢的名字 祢要守着聖春这个日子 我们思想祢的爱 祢的恩典 祢的救赎 主我们的确从前是迷途羔羊 但是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怜悯我们 你亲自成为了那只待罪羔羊 留了你的补血 救赎了我们 主今天我们能够 在你的家 在属灵的家里面一起的聚集 全是恩典 但是主你说 今天你所挂着的 不是只是我们这一帮已经得救的 你所挂着的就是外面那些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迷途的羔羊 主你说 不愿一人沉沦 一个都不可以少 主要将你这份心意放在我们里面 鼓励我们今天用这首歌 用今天你和我们讲的话 去回应你自己 叫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立志 我们要将这些迷途的羔羊 带回来你的身边 主 主啊 我求你这一刻 让我们顶尖妹有这份信心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得见 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人 哈利路由osos 第二个呼召 我很想听 姐妹 你说主 我今年立志 我要成为羊群中的头羊 我要成为弟兄姊妹的榜羊 我要成为初信的榜羊 以至到我们可以引领着其他的弟兄姊妹 继续跟随我们的大目者 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你愿意吗 你愿意成为这个头羊吗 你愿意的 我鼓励你举起手 你回应主 主我愿意 我愿意成为这只羊 成为领导领带领其他的羊 跟随大目者的那个 为主帮助我们 不要小看你自己 不要小看你的生命 今天神要用你的生命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神要透过你的生命 能够拯救更多 更多迷途的羔羊 第三个呼召 我想弟兄姊妹 如果你今年很想 见到你的家人 未信主那些 那些还是迷途的羔羊 信主的 你很想 今年见到最少一个 你说主 你跟主讲 跟主讲素就可以 可以跟主讲素的 你说主 最少给一个我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 我想邀请你 你真的很想 你真的很想 弟兄姊妹 你走到你前面 你跟主讲 主 我今年要见到我家人家族里面 或者我家庭里面 最少一个 一个要归向你 一个 最少 最少一个 你很想的 你真的很想的 你走到你前面 我们一起去主的面前 将我们这份心愿 这份立志 献给我们的主 新年最好 立愿和献给我们的神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兄弟姊妹 可能是你的配偶 谁不重要 神说 很想 你走出来就代表 你的决心 你走出来就代表 你的决心 主 我今年要见到 我家族里面的 那些未进主的家人 最少一个 你说他们的名 在主的面前 耶稣 你救他 耶稣 你救他 你使用我 和他传福音 你现在就开声 为他祈祷 我鼓励你出来的顶前 你开声 为到你的家人 未进主的家人 祈祷 哈利路亚 祂说2015年 主 我要见到 最少一个 我的未进主的家人 要归向你 哈利路亚 祂加不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走出来代表你的决心 代表你的决心 你要求 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觉得很难的 你觉得很多东西 都会破坏了 你觉得你很难开口 你觉得你可能在家里面 人微言轻 没什么影响力的 你今天可以求的 这个神给我 虽然在家里面是最小的 但是叫我的说话 能够有影响力 叫我的说话 能够带领他们 能够认识耶稣 叫我的说话 能够击退仇敌所的工作 所的难助 你开声祈祷 你呼求我主 大声开声呼求主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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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家人 主啊 救我家族的人 哈利利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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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们的祷告 哈利利亚 不要放弃啊 不要灰心啊 继续的祷告啊 继续的祷告啊 继续的开声 去主的面前 主啊 帮助我啊 主 我今年很想见到 我的家人归向你啊 虽然你祈祷了很久啊 甚至有些时候 你很想放弃啊 但是主今天 鼓励我们啊 不要放弃 继续的祷告 继续的祷告 继续用信心去祷告 宣告 你的家人 因为你信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因为神的英爱 是不会落空的 因为耶稣已经成为了 那只代罪羔羊了 他来到要自己 除去世人所有的罪业 代替了你和我 今天他同样的话 他代替了我们的家人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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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奉你的名 所有那些不信和怀疑 这刻要离开我们顶子妹的心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得见 主啊 每一个都是机会来的 求神开给机会我们 为我们打开这些福音的门 好吗 你开一声祈祷 就在过年这些日子 还在这些日子内 有很多机会 见到我们的家人的 见到他们的 求神给我们 求神给我们 求神开这些福音的门 求神开这些福音的门 可以跟他们讲福音 又或者借着那些单张 VCD 每一样东西 福音的工具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给我们有勇气 胆量 去跟他们分享 哈利路亚 我奉耶稣的名字 所有巨派要离开 哈利路亚 主持下这个异象 这个图画 让你见得到 有一天 你要和你的家人 一起去敬拜主 有一天 你的家人 要跪在那里 敬拜耶稣 他和我们一样 爱耶稣 神不爱惜 祂的独生子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为了要 请教我们每一个 为了拯救我们每一个的家人 所以今天 他的代价已经负了 留下了一个熟灵的印记的记号 就是耶稣基督的补血 就是一个拯救的记号 你要宣告耶稣 这个拯救的记号 要临到我家人的身上 你开轻地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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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面前 代表我们的决心 我们的信心 告诉主 跟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永远的生命 我们多谢赞美 我们在祂的面前 我们献上感恩之余 你提醒我们 你记挂的是那些迷途的羔羊 很多是我们的家人 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是我们的同学同事 主耶稣 你很爱他们 你教我们怎么爱他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成为他们的祝福 引导他们的生命能够认识你 能够经历你 主要拿走我们一切的不信和怀疑 拿走一切的难助 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信心 冲破一切的困难 给我们胆量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智慧 如何和我们分享你的好消息 主耶稣 你的好消息 就是多给我们一次机会 去离开世上的罪恶 再不需要偏行纪路 主耶稣 因为你就是道路 你就是生命 你就是真理 我们多谢你 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了 我们都很想我们的家人 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他们都同样得到 求你使用我们 我们在你面前立志 2015年 主我们最少要大一个回到你教会 可以认识到你 再不做迷途羔羊 这个就是我们献上给你的祷告 主耶稣 你就是那位听祈祷的神 你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 你说当信主耶稣 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 我相信 并且在2015年里面 我知道会成就 所以我在这里 我预先多谢你 将所有荣耀归给你 因为你是万主之主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配受所有的赞美 你是全地的主 我们多谢你 荣耀归给你 我们今天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说 阿们 祷告 直到永远 One one to one One two to two 唯有祢一杯的敬拜和尊重 One one to one One two to two 我们教去祢生命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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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主 多谢主 叫我们不再做迷途羔羊 因为祂已经成为了我们代罪的羔羊 叫我们去寻找那些失羊 回来这个家里面 我们就欢喜快乐 Amen 我们看到人信耶稣的时候 是不是很欢喜的? 可不可以给一些掌声耶稣 先我们预先多谢主 因为将会我们在2015年 今年会见到很多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同时亲戚朋友 同学会回到这个教会里面 Amen Hallelujah 祝福大家 吧 Hallelujah Civ